川席会后中共如何解三大难题专家?不看好,G20峰会后的川席会以落幕中方在四个方面,做出承诺美方则承诺暂停加征关税,而中共能否对现承诺备受外界注意? 有分析指美方提出的市场准入,知识产权保护,公平竞争建立统一大市场,是北京要面对的三大难题。美中双方达成共识,明年1月1日美国不对中国产品加征更多关税,而中方则同意购买大量的美国产品,立即采购美国农产品,指定分泰尼为管制物质,与美方就结构性改变的问题。 展开维系90天的谈判等,如果在90天内双方无法达成协议,美国会将10%的关税提高到25%结构,性改变包括强制技术转让,知识产权保护,非关税壁垒,网络入侵和网络盗窃,服务和农业等结构改革。 香港经济日报,在3日的评论文章中,写到美方舆论指这90天是美方立下的谈判实现。 北京的中央智能人士则认为这90天是中共改革方案,提出的程序期文章认为,在市场准入方面,不仅要让外资进来,也要开放民间投资市场准入。 这一点看上去平常实际上是打破所有制障碍。 回应美方有关国有企业独大的指控,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,中方将按国际通行的准则,加强法律保护和亲钱的公开惩处。 预期将在下一步谈判中做出自己的方案设定,而保障公平竞争建立统一市场,则需要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权威和效能。 推进公平竞争审查制度,并清除以往妨碍,公平竞争的规定。 分析认为,公平竞争将上升为政治诉求香港时事评论。 袁林合力对《苹果日报》表示,中共在强迫技术转让,知识产权及网络安全等问题上积极甚深,甚至是科技发展的重要手段,难以在短时间之内。 改善时政评论员唐浩的文章认为,美中贸易战的冲突,不是美国与中共的冲突,而是自由社会与中共体制的冲突。 是普世价值与变异价值的冲突,只有把变异价值彻底消解,了才能彻底化解贸易战冲突。 而要彻底消解变异价值,就得彻底解体中国共产党接下来,就看习自己能否真正认清中共做出理性睿智。 立国立您的选择了。